各位好 晚安 然后今天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柯市长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场演讲 基本上这是每一个台北市公民的权利 那我相信市长今天也准备了很多一些information 然后我希望待会在Q&A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准备好了 那如果要Q&A的时候 请大家尽量能够问 但是想清楚后再问 好 那我们欢迎市长 讲光荣城市 这个题目是主办单队选的 这个是2014年我要开始宣布参选的时候 记者会 在这个锦州街的蒋渭水纪念公园 当时讲了一个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 这场以文化为主力的社会运动 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以改变政治文化当作诉求的选举 所以是这样如果你要改变台湾还是从这个比较先进的城市台北开始 从台北开始改变慢慢可以改变到整个台湾 至于说你要改变台北 要改变什么东西 还是从文化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运动 所以对我来讲 选举就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 这是我的理念 那这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蒋渭水 我们台大医学系的前辈 今天在这个蒋渭水纪念公园 这个铜像本身就很有意义 它是这样 这个是医生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公事包 这什么东西 我们说卷铺盖 铺盖就是这东西 蒋渭水是这样 平常就当医生 赚了一点钱 就上台演讲 演讲完就被抓去关了 所以干脆就连这个棉被 这棉被里面还夹了几本书 就进去 然后在里面读书 出来再继续当医生 赚了钱又再上去演讲 又再抓去关了 所以在当时 这个叫民众讲座 我想那个蒋渭水在1921年那篇临床讲义 他说台湾是一个文化的低能额 如果要改进它的话 就是要做这个什么独暴社 还有幼稚园 还有这个讲座 所以这个叫民众讲座 你要知道 在台湾的这个不同的年龄层里面 投票率最低是20到29岁 这很奇怪 年轻人不是最有热情吗 最喜欢讲东讲西的人 可是投票率怎么那么低 我以前也不晓 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 后来就去 去study 我后来才发现 最主要有问题在哪里 因为这些候选人都不是20到40岁 他认同的对象 所以他不是他认同的对象 他为什么要去投票 所以他不肯去投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2016年网路票选金句第一名 就是网路票选那一年的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垃圾不分蓝绿 你想想看 这干话每天大家都在讲 可是那个 意思是火花到处会有 可是那火要烧成森林大火 一定要环境适合 所以有时候你每天乱讲话讲讲讲 奇怪 为什么这一句会变成2016年网路票选第一名 垃圾不分蓝绿 所以说感觉有差 算了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肯去投票 OK 这个2014年它是个九而一选举 你知道2014年是甲午年 所以每次说这21世纪的甲午战争 刚好因为有人自称是大连舰队 对不对 我们是独木舟 结果独木舟见面大连舰队 对21世纪的甲午战争 这样战争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个蛮神奇的 可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快要四年了 我的民调很奇怪 就在40岁以下非常高 过了40岁就开始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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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 到70岁以上最低会低到15% 这是这样 我研究过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赖清德、陈菊、小英 我们都去做过大数据分析 他在不同年龄层 高跟低不会差超过15% 我高跟低会差50% 最极端的时候 难道很奇怪 其实我支持度最高是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 你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废话当然知道 我去小学走进去我就知道了 我的支持度最高是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 那到差不多40岁 过40岁就开始降降降 那越来越低 这条题目我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研究很久了 还不知道 全台湾只有一个人是 民调是这种样子 就是年轻人非常高 年级越大就越低掉下去 从7年9月开始 所有电视台 所有频道跟节目 同时开打柯文哲 开始攻击 打了半年 奇怪 我的民调掉不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在 在年纪比较大的这一组 本来民调就低40度低 你再打 他从15降到10 没有怎么样 问题是40岁以下的不看电视 所以你在电视上怎么骂都没有用 因为他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 所以那个打不到 其实我们后来再反省 从1994 那个陈水扁、赵少康跟黄大舟那一次 那是在台湾的历史上 政治史上第一次出现蓝绿这个概念 之前没有 因为之前是一党专政 所以没有问题 反而是到1994第一次出现蓝绿的问题 那从1994到2014 整个台湾的选举都是蓝绿对抗 两级对抗 但是 在 1987年我们解除戒严 1987两岸交流 1990取消身份证 籍贯染 改成出身地 这个是这样 我们来回来看看这个问题 其实 这个现象是这样 有几个问题是在目前台湾政治上很困难处理的问题 第一点 有一次天下杂志做了一个民调 他就这样 就随便问 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你对同志的看法 他就问好多题目 后来发现 reflection point是39岁多 大概40岁 所以台湾很奇怪 台湾用40岁用分界线 40岁以下一个逻辑 40岁以上一个逻辑 最典型的例子 同志议题 同志是40岁以下70%的赞同 40岁以上70%的反对 然后在很多议题都是这样 一粒一休也是 所以我们在台湾 一个很奇怪 我们是一个国家 要有两套逻辑 那这两套逻辑是用年龄做区隔 就在目前是40岁 可是为什么它是问 在现阶段是问题 因为目前整个台湾的 foto population的media 就50分位刚好是40 所以也就是一半人这个想法 一半人另外一个想法 所以它才是问题 如果85%是一个想法 另外15%是另外一个想法 那这也没有问题 它有社会主流力量 所以台湾在政治上很困难就是 它刚好是50对50 然后50对50是这样 但是这样 因为我们投票权是20岁以上才有 所以在未来几年里 虽然明明是50对50 但是因为它这个 40岁以下的人 他没有 他在20岁以下的人 没有投票权 所以他没有表达政治 所以慢慢的 那个会慢慢移上来 所以anyway 大概在未来的四到五年里 如果以投票人口来算的话 我们会面临一个分裂的社会 投票行为是个分裂的社会 它有不同的逻辑 所以坦白讲 同事议题很难处理 因为它就是两个群组 你讲都没有用 所以一粒一休 也为什么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两个群组 它邏輯就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40岁前后 会有两套邏輯 到底why 所以这是在未来几年 在台湾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在做执政者来讲 他面临两套邏輯的人民 他这个问题 好 那why 为什么会用40岁这样做出现 现在比较合理的解释 是这个 1987年的解除戒严 为什么 就psychology 心理学上来讲 认为到了10岁的时候 它有那个意识 所以如果在1987年 他已经超过10岁了 那一批人叫做戒严世代 在1987年 他也在10岁以下 那一批人叫做戒严世代 我现在唯一可以合理的解释 是1987的两岸交流 解除戒严 还有1990 大概从87到90 那个台湾的那个变动 那个剧烈变动的那一代 所以分之前跟之后 所以天然毒也是这样来 他们就是 他们就出生就是解岩世代 解岩 那个比较老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 第一排都是戒严世代 那后面的是解岩世代 然后你也不要 你不要去试着说服他们 没有用 因为我跟我那些年轻人幕僚 我们在很多议题 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 你喜欢就好 所以老实讲 容忍是自由的技术 你要开始了解说 他跟我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奇怪 你也不要想去说服他 重点是如何透过对话 合作相处 这样就好 这是我现在在政治上的概念 从这个1994到2014 台湾都是蓝绿对抗 然后2014年 那场选举 我们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场选举是 华人历史上第一次的世代战争 因为两个候选人 他的那个支持度刚好是倒过来 一个候选人是年轻人绝对支持 一个候选人是老年人绝对支持 他是在华人历史上第一次的世代战争 那当然我们要反省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愤怒的年轻人 Why 这的确是要去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 20到40岁这一代的年轻人 如此的愤怒 Why 我大概现在分起来是这样 像台湾是这样 20到40岁他是一个 失望到绝望到愤怒的一代 40到60岁叫压力世代 因为上面要照顾父母 下面要照顾小孩子 所以他们是20到40岁是压力世代 60岁叫失落的世代 因为他们以前相信的那一切 跟年轻人都不一样 可是年轻人要比较多命人的 比较强势 所以老实讲年轻改革 对那老年人也是很大影响 他们以前相信的那一套 怎么被推翻了 所以现在我们三个年龄层 有三个危机 失望绝望到愤怒的一代 压力的一代 还有失落的一代 所以每一个时代有它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分别去处理 可是我想想看 20到40岁 憤怒的一代 它占总投票人口的35% 我当时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2014年是一个世代战争 那2018年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 或是它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运动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 我们很希望说 选举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 那我们希望这场社会运动 它的诉求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逻辑思考的题目 我认为是这样 我当时提出的概念叫 进步价值光荣城市 今天来这里演讲 我是自己写时代楼 幻灯片我自己写的 我是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 我把它当做一个学术的讨论 因为台湾大学要把它当成学术讨论 为什么它讲进步价值光荣城市 这个也是我们要查 这个 这个是台湾到2018年6月为止 台湾民众对政党倾向的追踪 灰色的这一条就是不藍不绿 无党的所谓中间 你看这条线已经是最高了 绿的上去又下来 在2016年那个选举完就一路下去 但是绿的下来 藍的没有上去 所以现在所谓中间 白的是最多 所以坦白讲 台湾也在一个政治上的分水里 就是2014到 1994到2014的那个藍绿 你知道 从2014到2018 它是一路上升 反而一直在上升 所以老实讲 我那个2014那一年会赢 刚好是在pick的地方 就白色力量最高一点 可是民进党执政以后 有一部分所谓中间 它跑到绿色去 可是民进党的执政的确 显然让人民很失望 所以它很快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灰白的又开始上升 所以我跟你讲 其实大数据分析是有意义的 所以要每天研究数据 好 如果蓝绿在这个时代是慢慢在消失 可是我们又不希望整个台湾陷入世代战争的问题 那到底我们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主张来处理 我的逻辑思考是什么 居住正义 这个我最近在讲 你知道 有任期的选举制度 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 造成台湾政治上最大的困境 2016年5月我去汉城 因为我要去接光座世代去接旗 我顺便跑到汉城去 我去看那个公宅 我去公宅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问他们公宅的那个 灰色的一个总经理 我问他说 你们韩国公宅盖了多少 他说28万户 我说盖这么多 什么时候开始盖的 他说卢泰宇在当总统的时候开始盖 一听我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问大家一个题目 高房租高房价是台湾人民最痛恨的事情 好 请问过去20年 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对高房租高房价有做过哪些政策上的努力 你告诉我 零 其实我们台北是性别最平等的国家 台湾女人的地位很高 相对日本韩国 韩国的太太常常爱揍 我们台湾男生没有爱揍就不错了 我回家被太太管 你会发现全亚洲地区 台湾是女人地位最高的地方 虽然不是很完全平等 因为大概现在女生的收入 做同样的工作 跟男生比起来大概85% 但是她已经是全亚洲最高的 台湾男女没有完全平等 这我知道 但已经是全亚洲最平等的地方 再来 市场改建 我在早上讲 这个是环南市场改建工程 那个环南市场改建 那一天 我们市场处的祖密在哭 我说你在哭什么 他说我进台北市政府 当公务员 第一份公务员 就是环南市场改建 18年后 他终于开工了 我才知道说 天啊 我们台北市政府 那个累积只是那东西一大堆 那个忠孝桥引到 那个拆除计划是黄大洲订的 20年后 终于有柯文哲把它完成了 然后环南市场规划 18年后终于有开工了 开放你知道 最后对两岸态度 基本上我还是主张开放 为什么 因为越开放越接触 我们的软实力还有机会 越不接触你知道 我们会被他对方的硬实力 相对优势会变大 你说我们台湾是全亚洲 最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城市 叫我选一个例子你知道 我就选这个开災节 这个是开災节 你看我们那个穆斯林你知道 2017年你知道 台北办开災节 那个火车站里面跟外面 总共有五万名穆斯林 穿着传统回教服装 一起对卖家朝拜 我问你 非回教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 有办过五万名的开災节 一个都没有 你讲给我听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 容忍度很高的地方 你知道 开災节是台湾人那种容忍 你想想看 美国号称民主冗毒 坦白讲 拜托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有可能有五万名穆斯林 穿着传统服装 对卖家朝拜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手楼弹机关枪都跑出来了 其实台湾是一个文化容忍度很高的地方 2017年10月 同志大游行 十二万五千人 你告诉我 全亚洲有哪一个国家 有十二万五千人的同志大游行 不可能 所以台北 我们慢慢我们不晓得 我们台北是全东亚 全华人世界 所以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城市 这是台湾最重要 在这一刻的资产 什么叫台湾价值 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法治人权关怀弱势 永续经营 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台湾的实现 它就是我们现阶段的台湾价值 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其实我们做得不错 法治就还要 后面是这样 有是有 还有待努力 我的政治主张很简单 建立一个对的社会 什么叫对的社会 政府是可信的 公务员是服务人民的 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用的 司法是公平的 警察是抓坏人的 建议是官有罪的人 有人说废话 不是应该这样吗 我说废话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这样吗 政府要可信 政府讲的话你相信吗 连我都不相信 你们怎么会相信 每天就这样鬼扯 公务员是服务人民 老百姓缴钱给政府 是叫政府来服务他 不是叫政府来管他的 你会交一笔钱给政府 叫政府来管你吗 你没有那么贱吧 你交一笔税给政府 那叫政府来管你 不会吧 我跟你讲 我现在每天跟我们那些公务员耳提面命 我们后来我就发明一个 我们就发明一个制度叫168制度 什么叫168你知道 一开始我们台北市那个都庚 申请案平均要七年半 我说我派一只乌龜去送公文都比你还快 我后来就给他叫168 什么叫168 百分之百同意的进来 六个月要发建造给他 如果签到什么权力变换那个 加两个月八个月 所以百分之百同意进来 六个月要发建造 凡是六个月没有给他发建造 要到市长室报告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放心好了 以前你去申请建造 那个公务员看一看 不合格就丢给你 现在他丢给你还跟你讲说 你要劝他补这个补这个补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六个月他没有发给你 他要进市长室报告 为什么他没有发建造给你 所以我们要开始让公务员 变成服务的团队 而不是管理的团队 很多人都问我说 柯P你为什么都不喜欢穿西装 我说穿西装 我病人的存活力没有提高 结果我发现在政治上 他很注重这种表面文字 你知道 我们整个政府都用表面文字 然后占人家便宜就晶晶晶晶晶晶晶 对外科医生来讲 我们重实质不重表面 而且我们才的结果决定论 你说得多于水就炸泡 便宜就弄去 所以我们外科医生 不管是要站着开 坐着开 用打恩系机器人开 用内饰精开 随便你怎么开 重点是开完要会活 你盖到就弄去 再来我们要精确 CPR强心劑一支就一支 半支就半支 沒有那種CPR強勁自己打半支到一支 到底是半支還是一支 結果他跟我說 市長,我們政治要模糊 我倒不掉 再來我們很快 像我講話快,走路快,什麼都快 你知道為什麼嗎 心臟停止五分鐘,乾脆不要救 你救回來是植物人,你幹什麼 所以動作都很快 而且我們向前看不猶豫 這個急診,如果一個病人處理不好 就算了,因為還有下一個病人要進來 你要忘掉趕快處理下一個病人 再來我們是科學 我們相信專業也尊重專業 放颱風架就是 他明明就跟你講說 明天早上七點最大陣風七級以下 可是我們要放颱風架 最大陣風要大於等於十級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氣象專業團隊跟你說 明天早上沒有達到放假的標準 然後你基於政治上的考量要放假 你知道最嚴重的後果是什麼 從此那些人就不認真工作 跟你講也沒有用 所以尊重專業是個文化 其實上一次那個放颱風架 這典型的招妖境 明明那個氣象團隊 中央氣象局 我們那個氣象團隊說明天沒有達到放假標準 結果北台灣只有台北市跟基隆沒有放 市場都不太一樣 那你成功的秘訣在哪裡 I don't care 謝謝 我覺得 謝謝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